故事一开始,老国王是一位人生赢家,他和自己的王后非常的恩爱,并且生了一位可爱漂亮的女儿。 除此之外,国家也是蒸蒸日上,百姓安居乐业,社会一片祥和。 更让国王开心的是,他拥有一头巨宝驴,这头驴只要吃草就能拉出无数金银财宝出来,可以说是传说中的印钞金。 只是好景不长,国王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悲伤,美丽善良的王后病重去世了,大臣们纷纷上奏, 要求国王开始考虑迎娶新王后和王位继承的事情。 这时,国王想起自己曾经在王后临死前答应了他一件事,那就是迎娶的新王后一定要比老王后更加漂亮。 于是大臣们开始到处搜寻邻国翠翠的照片,只不过这些翠翠都是雍之俗粉,根本比不了王后的爵士容颜。 时间过去了很久,国王依旧没有找到比去世王后更加美丽的女人,直到这一天,国王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翠翠, 他发现世上只有公主翠翠能比去世的王后漂亮。 于是国王提出要迎娶翠翠,翠翠得知后不知所措就迅速去找了仙女求教。 仙女说这件事情不太符合伦理,就翠翠建议用为难的方式让国王退缩。 他让翠翠去向国王要一件像太阳一样的衣服,如果国王做不到那就必须打消结婚的念头。 没想到的是国王当场就答应了下来,第二天衣服送到了翠翠面前,这件太阳群青美无比,翠翠无可挑剔, 之后仙女又建议翠翠去向国王讨要一件月亮衣服。 结果和之前一样,国王的衣服同样做得精美无比。 翠翠这下慌了,他实在不想答应这门婚事,这次仙女想到了更狠的办法, 那就是向国王提出要用那头巨宝驴的驴皮给翠翠做衣服。 国王丝毫没有犹豫,直接将驴皮衣做了出来。 原来调皮的翠翠曾经偷偷喂了神驴一块肉。 自从驴吃了肉后,就再也铲不出金银珠宝了,眼看着没招了, 先女之后让翠翠离家出走,先去外面躲躲,还把自己的魔法棒送给了翠翠。 这一天,坐在树林木屋里的翠翠偶遇了一位王子。 他对王子一见钟情,于是就给王子做了一块面包,还在里面藏了自己的戒指。 回到王宫的王子也开始对翠翠念念不忘, 每天对着戒指茶不思饭不想,王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件事情, 就开始帮助王子全国上下寻找这位可以戴上戒指的姑娘。 由于翠翠手指的尺寸较小, 所以全国的少女都陷入了疯狂瘦手指的训练当中。 最终翠翠被王子带回了王宫, 婚礼当天,翠翠穿着太阳衣嫁给了王子,